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成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阴谋论 只相信某些事情的表面事实 实际上背后隐藏着一个强大的团体 或组织的秘密计划和行动 阴谋论有时没有严谨证据 甚至荒谬不合逻辑 而且被指责为阴谋当事人的一方 也很难自证清白 在从小到大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环境下 我们不难听到一些熟悉的阴谋论 比如希特勒其实没有自杀 而是逃到了阿根廷养老 911其实是小布什亲手干的 美国登月其实是个骗局 以及最署名的肯尼迪遇刺事件的 也有一些阴谋因一些文件 录音 影片泄露 或者是政府公开了一些机密档案后被证实 在钢铁雄心中 为了让民众支持战争 并降低在世界上的影响程度 政府需要做出一些手段来正当化战争理由 现实中其实也是如此 1962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起草了一份计划书 计划书名叫诺斯五次行动 计划大致是让CIA与其他政府机构 在美国本土制造恐怖主义行动 以袭击美国市民和军事目标 并最终将责任栽赃归古巴 以此来推动美国民众对古巴的战争干预支持 计划书中写到了详细的恐怖主义行动 比如枪杀古巴逃来的难民 炸毁装有古巴难民的运输船 截击 对公共治愈以及船只进行炸弹袭击 在迈阿密区域 其他佛罗里达城市 甚至华盛顿特区制造恐慌的 这个行动计划书在起草后 被当时的联席会议的主席 兰曼·莱姆尼泽签名批准 最终被肯尼迪总统拒绝了该计划 并卸下了兰曼·莱姆尼泽的联席会议主席一职 与之前因为太过残忍而被制止的诺斯物资行动不同 历史上美国的确有这样政大化战争理由通过的案例 1964年 东京湾事件成为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导火索 然而东京湾事件中的马多克斯号 其实根本没有在搜集情报时与北越海军鱼雷艇发生被动交火 并发射300多号炮弹 其实当时马多克斯号根本就没有遇到北越海军鱼雷艇 他们发射的炮弹只是在射金鱼而已 之后以此为由 约翰逊总统迅速起草东京湾决议案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2003年 美国以私藏大范围杀伤武器 以及为了开发核武器而在非洲看待优矿为由 战争干预伊拉克 实际上在调查中伊拉克并没有私藏任何的大范围杀伤武器 也并没有在非洲勘探优矿来开发核武器 在于苏联冷战期间 CIA受优利盖勒一个因可以用意念弯曲勺子出名的人影响 邀请其参与合作来寻找开发武器和提高战争效率 以对付苏联的政策 最终新门计划诞生了 新门计划的目的在于研究超能力和通灵能力有多大潜力 是否能在军队政府等方面利用上这些能力 于是CIA和优利盖勒进行了许多研究 比如研究员与优利坐在不同的房间里 研究员从词典中随机挑选词语并且绘画出来 让在另一个房间中的优利来感应 并尝试绘画出相同内容 这种几次实验下 优利画的都与研究员画的几乎全都一模一样 之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意见大师优利也公开向媒体表示了 自己曾在冷战期间参与了CIA和莫萨德的通灵研究工作 1977年信息自由法案揭露了2万份之前保密的文件 并引发了一系列参议员听证会 因此MKUltra一个骇人听闻的实验计划露出了水面 根据揭露的文件 MKUltra计划的内容大致就是CIA使用药物 电疗 催眠 恐吓 性虐待 感官剥夺和酷刑 来对受试者进行实验性质的工程实验 该计划甚至将这些项目的数百个内容 分包给80多个不同的机构 其中包括大学 医院 监狱和制药公司 其中有不少政治表明 大学炸弹课希尔托卡辛斯基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 全是MKUltra的研究对象 由于CIA局长里查德赫尔姆斯 在1973年把大部分MKUltra的档案都销毁了 实际上在这些实验中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 仍然是未知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美政府开始合作回收利用 纳粹德国的军事科学和科技研究资料 在回收行动中 同盟国发现了纳粹德国的研究人员名单 并此启动了一项秘密行动 回行针行动 此行动的目的在于 将这些前纳粹科学家带到美国本土 让他们在不同树叶扩展他们的科研 以不犯下的战争罪行 于是在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间 回行针计划运送了超过1000名德国科学家 其中有一大部分来自纳粹党 为盖世太保效力 更有一部分曾在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一名前纳粹科学家 在之后和CIA的合作中 继续了自己的人体研究 也就是上文我们提到的 MKUltra计划 9.是犯罪的根源 为了避免酗酒导致的高犯罪率 解决社会舆论问题 和提高美国国民的健康水平 1920年1月2号 禁止酿造和发售酒类的 沃尔斯特法令 在美国生效 根据这项法律规定 凡是制造 售卖 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 均属违法 但秉着上有政策下有对此的宗旨 一方面有人打擦边球 贩卖行则在犯法边缘的超低酒精浓毒啤酒 一方面有人偷偷买酒喝 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为了贯着这些法令 美国政府在他们的酒里下毒 直到1933年 这个法令被罗斯福总统废止为止 有大约一万人在此期间 因为和非法指导买了毒酒而死 据说你输入郭明教的网站 就能连进NSA 据说你能在美国的新墨西哥 找到很多第三类接受的证据 据说寿司能火 现代社会其实就是数真数假 黑白较之的 但只要我们有一双 能辨别眼前是非的眼睛 就足够了